是蔡文婷 新闻一开始 我们现在看到是决战星期五了 关键星期五一天包括了正所税能不能通关 今天晚上还是要挑灯夜战的 今天是立法院最后会期的一天呢 不只要审上签个法案之外 还包括了外界非常关心的正所税议题 能不能过也成为了焦点 原本昨天传出了说在演党的态度软化了 正所税渴望今天能够顺利闯关 不过在台联党跟亲民党却开出了条件 以及包括了媒体党的态度更是强硬 直说当初国民党硬是要实施了正所税 现在才知道做错了 完全没有一生的盗窃 因此今天正所税要过关 恐怕难度很高 拿出海报售出标语 立法院本会期最后一天 一千多个法案等着要审 一场内一场冷静 但正所税修法30号传出再也立场冲动 能不能三途通过各界关注 看看民进党 他们今天愿不愿意 也是提出一个版本来进行表决 如果他们同意表决的话 那当然今天就可以进行 那今天算一算应该可能 要到晚上12点钟 国民党内拼闯关 但民进党态度强硬 强调应该暂缓 毕竟当初国民党强度关山 通过正所税 结果政策错误 却把大家拖下水 连道歉也没有 等一下会有潮流协商 我们还会讲一样的话 所以等一下才会想要再来谈 假如真的要通过现在这种版本 我们认为根本账款都无所谓的 在野党尽管不满 但同意倾向协商 台联提出废除初次上市贵股票课税 又条件支持表决 清明党则要求国民党不得记名表决 也不能动用党计 除非今天国民党他愿意 就这个IPO以及新贵 以及这个未上市未上贵的中小企业 他们的正所税 百分之十五部分把它汇除 或者本人个人不会签名 各党有所坚持 正所税朝野大战进入协商脚力 能不能过关还有变数 这里请问我们副DP特别报道 另外